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回到即時攻略的時間 我們會分析內需股的業績 而我們分析這幾份業績的 就是要財政圈研究部經理陳偉聰,Jason Jason你好 Felon你好 不少內需股都陸續公佈了業績 好像昨天,康師傅也公佈了第三季的業績 看見康師傅第三季的順利,二年倒退了百分之十四 去到只賺了一億六千萬美元 營業額也跌了百分之十三 可否先幫你分析一下,究竟整個大環境 似乎很多內需股都做得不太好 之前亦都幫我們談過 好像華潤創業一樣 其實在內地的銷售情況似乎都不太好 你覺得先整個版法,內需股是否比較前景比較暗淡 內需股就分很多類 如果你說這些食品相關或必需品相關的股份 其實近一陣子出的業績都叫做一般 不是說特別好 但是個別來說,又有些驚喜 但如果你看看康師傅這一份的業績 整體的表現就是一般的 因為你看到今年第三季的利潤 按年要跌成十幾個百分之百 都是叫做紀令市場意外的 除了你說盈利跌之外 看到收入方面都跌了 當中都看到方便面和飲品的營業額 兩者都是要跌的 方便面都跌了接近百分之二 另外說到飲品方面 營業額都跌了兩成這麼多 如果你說說到毛利率方面 亦都是見到因為那個價格戰的問題 因為他們都仍然是有個很大的競爭的問題 所以令到他們的定價方面都趨向是保守一些 還有說到今年那個夏天 都比起過去幾年來說是比較涼爽的 所以就令到一些動飲方面 或者一些冰紅茶方面的銷量 就沒有過去一年做得那麼好 而且都令到定價方面 就沒有得說有個很大的提升空間 所以都見到毛利率方面 今次都要按年收窄了0.51個百分點 如果你說再看那個方便面 其實就在整個季度裡面 佔集團營業額的比例 就大概是三成八 另外那些包括飲品方面 佔的比重就比較高一些 但都要留意 就算他們的佔比是高 但如果你說那個收入不理想 甚至乎飲品方面 都仍然是有些虧損的時候 我都覺得在業績上面 整體的表現不算太理想 我們看到整個小三季的盈利裡面 日理就是方便面和飲品的日理都要輕微的上升 正如Jason所說 現在各自佔公司大概三至四成左右的份額 正如你所說 如果方便面和飲品都面對著價格戰因素的話 見到內需方面其實都不是持續做得太好 你覺得接下來這兩個板塊的情況會怎樣 很坦白說 平時方面面和飲品 很多時都可能是經濟下滑的時候 這些是相對較穩定的消費 說真的經濟差也要吃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兩方面的業務其實 接下來的前景是否相對穩定 原材料的成本又是否會越來越高 如果你說原材料方面 過去幾年一直以來就算是維持一個低的水平 因為都看回現在內地的通脹 不算是很高的 所以原材料的成本的壓力 對於這一類的內需企業來講 又不算是有很大的衝擊 反而他們面對的銷量增長明顯放慢了 在三四年前 當時內地的飲品市場 都是一個相當之高速的增長 但到最近這一兩年來講 都可能因為內地的居民 又比較注重健康 對於一些糖分比較多的飲品 或者一些零食 他們的需求也都慢慢減慢了 沒有像之前來講 不斷去到暴飲暴食 所以這一方面都令到這一類零食相關 或者是買一些紙包裝 或者是進裝飲品的店舖 那個的銷量都是有些放緩 但是最大的問題都是因為 他們本身面對的競爭 講康師傅和統一 或者和旺旺方面 在飲品市場都打得相當激烈 雖然你說在今年年初開始 他們都有些協議 講康師傅方面 在價格戰方面 就盡量要緩和 不要接過去那一年 繼續去到鬥減價 或者鬥去到提升的容量 所以如果你說 看回價格開始有個 叫做價格戰 開始有個降溫的情況下 但見到今次的業績都不理想 可能都某程度上反映整個市場 對於這一類型 飲品食品的需求 的確是有個放緩的趨勢 聽你這樣說 似乎康師傅要做多些品牌的功夫 或者可以嘗試提升他們的食品質素 符合市場需要 可能才會有更新的突破 看回技術走勢上 它的股價表現 其實暫時都比較外債 這大半年來 其實都是在17.5至25元這些水平橫行 都沒有太大的表現 看到今天 暫時的康師傅股價 就做18.68元 就大約跌了1.6元左右 其實 頭表上已經去到 之前的技術的低位 大概是17.75元這些水平 你覺得如果拿著貨 投資者應該怎樣部署 是的 看到昨天在早上 都因為滬港湯的因素 就炒氣了 到下午回來 因為出了業績 不是太理想了 所以都見到股價 很快就跌下來 都出現了一個單日轉向的形態 在圖表上面 也都見到大概19.8元這些位置 有一個很大的阻力 而且昨天是以一支 大陰燭地跌下來 今天都是連條10天20天線 都叫跌穿了 我相信整個下跌浪 接下來短期之內 都還有機會會持續 下一個支持位 可能要看回去 就是10月中 當時的低位 大概是17.8元 在左的位置 才會有支持 如果是這樣說 今天之前都被一間公司 公佈了業績 就是國美電器 看到國美電器 出來的業績 都叫做可以 首十 頭九個月的順利 岸年都升了七成半 賺了超過十億人民幣 收入都升了超過百分之七 看到國美電器市場 都非常關注 究竟它那個網上的業務 究竟造成怎樣 之前都有提過 幫你分析過 其實它網上的業務 開始叫做 轉規為型 開始 踏入高增長期 看到它暫時出來的數 你覺得這個數 能否交到功課呢 股價表現就似乎一般 暫時現在 都之前業績前都跌了下去 現在打回一點點 但都在過異度這個水平徘徊 可否幫你分析一下業績 今次在電子商務方面 交易額方面 都能夠有一個相當高的增長 單在電子商務的收益 都能夠增長超過七成 單在第三季度 電子商務的交易額 更加增長超過100% 所以如果你看回 在e-commerce方面的業務 的確是做得不差的 但都可以留意 因為在第三季度 銅店銷售 都是有個放緩的 所以即使去網上賣的貨品 是賣得多了 但是實體店的人流 可能相應地下降了 還有大家都要留意 因為本身如果去把貨品 放上網上平台買 很多時候價錢 都比起實體店方面便宜 所以這方面 亦都會令到毛利率方面 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所以見到今次份業績出到來 那個順利雖然是升了很多 但是由於銅店銷售 或者整體的收入 都是不及預期 這一方面對於股價 都帶來一個少少的影響 看到正如所說 股價雜誌 都好像康師傅 都不是太大的表現 近一年來 都在這些水平橫行 大概是1元 1元 1元至1.5水平 這個位置上上下下 雜誌好像缺乏一些方向 而且股價走勢 都跟康師傅很類似 已經跌穿了10天和20天移動平均線 你覺得 接下來國美的股價走勢 會是怎樣 股價正如剛剛都說 我覺得接下來還有機會 要向下試一些低位 在上星期中的時候 股價都曾經跌到 大概是1.08 如果你說今次的股價 仍然上不回一條20天線 接下來我覺得再跌的機會 都真的幾多下 明白 這一節很多謝Jason 我們分析了兩間公司的業績 剛才提過的兩間公司股份 有沒有持有 沒事的 謝謝Jason 這節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待會會繼續看其他故事焦點 待會再見